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 15000轮勤的高能辐射喷涌而出 导致方圆2600公里都受到了辐射的污染 该事故事首例被表评为7级特大灾难 共造成3万多人死亡 250多万人患上各种疾病 严重到直接让整个苏联联盟解体 今天来看看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失误造成的 一切要从一场安全测试开始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 尚未完全完成所有安全测试就被投入使用 而站长和总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三人却签署确认完工的文件 一好像上级邀功论上 然而有一项柴油发电机测试还没有达到标准 在此之前他们也做了三次测试 但都以失败告终 当他们准备第四次测试的时候 原本安排在白天 但被当地的电网责任人推演到半夜 才能减少供电配合测试 但上晚班的工作人员多数是新手 他们甚至连操作指令清单都没见过 如果此时取消测试灾难就不会发生 然而三位负责人坚持要测试 因为最近核电站有一个晋升之位 如果总工程师调取当厂长 那副总工程师达亚洛夫 将被提升为总工程师 洛夫为了节省时间 不断敦促操作员快速操作 甚至发布非法操作指令 洛夫指挥操作员不断降低功率 然而当功率降低到700多兆瓦时 功率自动开始迅速下降 操作员一脸猛逼 意识到不对劲的他 本能地停止了反应堆 功率直接降低到30兆瓦 然而被走过来的洛夫就是一顿臭骂 现在反应堆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按照规定他们必须关闭所有程序 等待24小时才能再次启动 但洛夫坚决今晚要进行测试 强行要求操作员将功率提高到700兆瓦 但操作员拒绝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不安全 然而洛夫说他已经工作了25年 只要他认为安全那就是安全的 还用结果来威胁两名操作员照他的意思做 不然让他俩永远找不到工作 无奈之下 操作员只能拿笔记让他记录下他下达的指示 没办法 关大一级压死人 操作员只能乖乖照做提高功率 殊不知洛夫这次非法操作的指示 正在一步一步将反应堆推到爆炸的边缘 为了快速加热反应堆 操作员们几乎抽出了所有的冷却棒 这时电脑系统发出一条警告 不足系统建议关闭反应堆 但是洛夫说电脑系统不知道他们在进行测试 所以不用担心 这是在燃料大厅负责检查的操作员们也感觉到异常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们今晚要测试的事情 随后反应堆的功率开始飙升 瞬间超过原本额定值的10倍以上 操作员立即按下紧急停堆按钮 在正常的情况下 按下紧急停堆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按钮 反而引爆这场爆炸的关键 蒸气管开始破裂 反应堆每根重达350公斤的冷却榜 开始上下跳动 工作人员察觉到不对劲 赶紧向控制室跑去 但已经阻止不了接下来这场惊天动地的爆炸 到这里已经确定堆心爆炸的原因 是站长和副总工程师三人 还没完成所有安全测试就投入使用 加上达亚洛夫独断专行 非法操作 才造成了这起震惊事件的特大事故 最后三名负责人被告上了法庭 并将三人审判为事故中的罪魁祸首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紧急停队按钮 是用来在危机时刻为紧急停阶设置的 为什么按下它会爆炸呢 原子能研究所的博士列加索夫 冒着生命危险说出了一切真相 原来在正常情况下 冷却棒使用的材料应该是膨 膨能降低反应性 来起到冷却的作 但政府使用的冷却棒尖端确实石墨 它们的设计是用水冷却 用石墨缓和反应堆 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成本 当按下紧急停阶按钮时 200多根冷却棒同时插入反应堆 会造成无止境的加速反应 从而导致这场七级灾难 说白了就是苏联政府为了省钱偷工减料 并隐瞒了这一设计的缺陷 列加索夫还指出了苏联 还有16个有缺陷的反应堆 如果设计缺陷没有及时修复 每个反应堆都将成为一个定时核弹 最终战长 总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 因违反了各种操作章程 三人被判处进监狱劳改实力 而副总工程师达亚洛夫 在1995年死于辐射相关的疾病 到头来害人中害己 最终苏联政策承认了反应堆的设计缺陷 并对其余反应堆进行了改进